ICAC查案不方便透露 谈及香港廉政公署 不少人对他的印象是港片里的这句经典台词 神秘 低调 独立是人们对他的形容 被请去联署喝咖啡 亦变成当地一句俗语 即代表着要去联署接受调查或协助调查 近日 中心社记者来到全面升级的联署喝咖啡场地 一探第三代廉政公署录影会面室 穿过一条长廊 推门而入 约七平方大的房间陈设简单 光线明亮 五边形桌子旁摆放着三张座椅 香港联署执行处总学院主任陈卓熙介绍 这是升级后的第三代录影会面室 新增升级了三大功能 第一 我们现在不是在用那个DVD 现在我们是用三支不同的U盘来 把那个录影的影像存起来 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我们现在在天花板上面有一个高清的那个camera 比如说证据 还有电话上面的简讯等等 房间墙壁的一侧挂有两个摄像头 当受调查人和工作人员进入房间 他们的一举一动会被全程记录拍摄 剧成三份U盘 一份由受调查人保存 一份由联署工作人员调用 另一份则于双方在场情况下用封条封好 由受调查人签名确认 直接作为日后的呈堂证供 这里也是有两个不同的录影的设施 一个主要就是会拍整个房间里面的情况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拍那个搜查人士 我们受调查的人士就会坐在对面 然后两位的调查员就会坐在两边不一样的方向 然后一个就会主问主问的通常会坐在这里 然后有一位会协助他的同事 也会坐在这里负责去看看那些仪器 或是准备那些文件 廉政公署带走嫌疑人接收调查 时间不得超过48小时 因此工作人员需要尽快搜集证据和材料 在会面室的问讯亦要争分夺秒 据了解 廉政公署会面室录影的方法 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 之前使用笔记 但计费时又无法完全还原会面过程 而录影科技的出现 让调查人员节省了时间和精力 随着科技的迭代更新 录影会面室也不断经历着升级改造 据陈卓熙介绍 目前已经升级了4间第三代录影会面室 联署将会在几个月内陆续改装其他会面室 一个房间大概的价钱大概是10万左右 这层楼我们有28个房间 然后我们这个第三代的录影会见室 我们现在已经做好了4间 那我们希望这未来几个月都可以陆陆续续的 就把它完成 好